台湾皮雕工艺成就高 过去都有在法兰克福或米兰展出的记录 在国际间 台湾皮雕的评价等级都在日本中国之上 而在高雄则有一位皮雕工艺师 以雕刻历史痕迹为主题与屡获奖 我投入这个行业差不多将近快三十年 刚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人家系了一条皮带是上面有雕刻的 然后我就怀疑说 这个皮革也可以雕刻 我做到现在为止 一直在做这个古厕古迹这一列 最主要的目的 我是想说让下一代了解到说 以前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辛苦 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慢慢都被拆毁掉了 在林信辉的作品中 可以深刻地感受到 他对呈现生命岁月的执着 而留下这样的瞬间 却是让这一刻的永恒能够传世 这个曝光这一幅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好像坐在后面 那个门框也都坏掉了 连前年都不见了 没有什么生气的跟那种凄凉的感觉 那这个也是民宅 他们做的这个也可以为之叫斗拱 以前的人会想尽办法去把它做得美如美半 然后最后一张呢 那是怀念我老爸 因为我的父亲 他就像老人、小孩一样 那个嘴巴那么大 显伏天真无邪的那个感觉 皮雕艺术的生命价值 透过工艺师完美呈现 而背后代表的意义 更是台湾文化远远流长的重要表征